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師傅 為何某些行業又會突然輕旺 這是關於風水的白雲問題 現在是2019年 是很旺一些舊有的懷舊有實力的事物 舊東西 像老套套也有 最後又流行翻炒 舊的名牌東西被翻炒了 老字號被翻炒了 或者一些名氣無緣無故再翻炒 再跟回憶舊有事物會流行的 這二十年 其實這二十年過了大部份 接下來的2024年又走久穩 熟火 看電子傳媒 Media AR 科技 娛樂 美容 是否人人都適合做老闆 今年我都接了很多這些案子去做 很多案子就是 譬如有些是打薪工的 都做得挺高級的 都是因為一些緣故 在公司受一受氣 跟上司不太合 想劈砲不混 自己教生意 教之前都想看看 看完之後都勸她不要做生意 始終她的命是不合適做生意 甚至乎運氣都開始倒閉地 勸她不要做生意 打一份工算 再隔了一段時間 跟她聯絡的時候 都知道她的氣又下了 拿了一口氣 跟老闆翻炒 就沒事了 怎樣才知道自己合不合做老闆 很多客人都會在做不做生意 創不創業 都會說找人看 不一定要找我 找人看是好的 至少知道了不好 自己劈了出去 創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收入就有影響 創業都要錢 錢又用了去 接著原來 轉轉幾年之後 就打工 又浪費了幾年時間 再做回的時候 沒有之前那麼好的 就浪費了很多機會 不會想自己不合適做那件事 只會想自己做下去就會好 始終我們就叫做 看數據 看法的 看數據 看她是否合不合適 這一行 還有有沒有運閒 有些真的有運閒 做下去也會賺到錢 很容易 一看下去就知道 大部份的名字 都是性格 絕對靈魂 先看看性格 如果本身人的性格 都是有些問題的話 就要作為我們幫她們 看命的話 真的要告訴她們問題所在 做好 大部份的大部份 康二項目的 做法 做法